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Buzi 耶,OK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做外匯車嘛 那外匯車顧名思義從國外買車到台灣來 那當然它就是沒有領牌的 所以我們也不可以隨心隨意想開就開嘛,對吧 那前陣子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去收二手車這件事情 那今天呢我有一個好朋友呢 他也要來加入這個行列 所以非常開心 那這好朋友我跟你講厲害了 他的超級YouTuber 訂閱已經是我的200多倍了 很厲害 OK,我們直接歡迎主角好了 來來來,Jumman 欸 嗨,Buzi 嗨,很開心很開心 對對對,其實我在我的頻道影片有講啊 就是想要實現每個月都換車開的夢想 乾脆就跟Buzi合資一起來弄車行 對 一年多錢,那個時候小牛 買小牛嘛 小牛包括在貼模啊 還有什麼事情 然後認識了Buzi 那其實Buzi處理得很好 然後 說真的,車行水很深啊 外匯車跟二手車水很深 我當然是很有興趣的 可是我要投我一定要找一個 我能夠新任的人投啊 然後其實 其實就是有些車子 我的車子在給Buzi處理過程當中 就是 Buzi處理得很好 而且重點是我也沒有覺得 Buzi想要靠我賺錢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沒有刻意的說 那兄弟怎麼樣怎麼樣 是我開口 是我開口問不過說 那你有沒有機會來合作 了解 對對對 謝謝 所以我們機會 當然車行專業的部分 他都還是交給Buzi啦 對 對 就是這個收車或者是買車 大家歡迎直接這個QR code掃描 直接傳LINE 傳行照 不用駕照 傳行照就好 不用駕照 傳行照給他 他就可以初步的估價 對對對 如果真的有意願要買或賣 有意願要賣車給他的話 可以直接牽車到他的車行 或是 或是怎麼樣你直接跟Buzi談 對 後面再跟大家分享 這要怎麼做 OK那 當然我們 跟9面合作 第一支影片當然就一定要一個 厲害的品牌 要厲害喔 超跑品牌 在我們旁邊 對 你看看 海神 海神 在我們頻道剛剛體驗完 對 開了一個月的GIVALY 那綜合心得 我覺得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頻道看 但是先讓他了解一下 目前瑪莎拉蒂這個品牌 二手的話 其實價格很甜 雖然說 很多人會說 原價真的很貴 有的人會吐槽 原價好像 偏貴 但是 但是他其實二手價格其實蠻好的 對應該這樣說 其實 品牌定位不同 像瑪莎的品牌大家都知道 這就是超跑的等級 所以他的價格當然就不便宜 但是為什麼會說他二手價其實是蠻划算的 像我們這一台 這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這所有的狀況 我們可以到九妹頻道 他就有一個詳細的介紹跟體驗 那這台車呢 他是 GIVALY的DESEL 也就是柴油車 那這台車新車價是 378萬 那 這一台他是 2018年改款 這是小改款的 但是他這台車沒有證明 他是1718的 那這台車我們只賣 188 其實等於是說你看 直接價格上面他就是 半價 五車的 但是這時候要問一下 來 小妹你開了這一個月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在開 E300 你自己那一台 跟開瑪莎出去 瑪莎氣場還是比較強 說實話 就是 都懂啦 你們這些懂車的人要怎麼吐槽瑪莎拉丁 我都接受 我都懂啦 可是呢 有的時候如果你今天追求是一個門面 瑪莎走在路上 那個氣場 小孩子啦 女生啦 還有一些 五六十歲的大叔 會回頭看這台車 對 其實這就是品牌定位 對啦 OK 好那 這一台 記得去選擇那裡看 那我們先 重點 重點是 Lavante Lavante 因為其實不只Ghibli 價格二手已經很甜了 其實聽說 聽說Lavante二手價格也很甜 對 我們先介紹 簡單介紹這一台車 這一台車呢 他是 20年的小改款 所以小改款 就是他在這一款 已經有做一個小改 20年那很新 很新 但這一台他沒有證明 他是 1920 1920 就跟這台一樣 他們就是沒有正年的車 頭批車 跨年份 那這一台車他的新車價是 558萬 但選配上去基本都是600多 600出口 對 那這一台車你看他的價格 他只要 330 我們如果不說他的選配 以他的 就是 起標價 558 他等於是六折 兩 才兩年 兩年多 不到三年 不到三年就六折 所以 真的馬砂不太保值 但是 相對的 買他的這種二手車就很划算 對 就是品牌定位上來說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一台車他 不差 為什麼 因為他是 V6的 然後 3.0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重點是 他的引擎還是法拉利調教的 因為 就不是 對 他這一款 他是 應該這樣說 La Montaen他在3.0有四個版本 他等於是 二當家 第二個版本 他是 Grand Sport的版本 那再上一階是 S Grand Sport 其實 買到這個版本他就已經是性能車了 他給予的東西其實差很多 包含他的 小改款上面的東西也差很多 包含他整個內裝啊 還有他的 排檔 連氣壓 他都五段的調整 可以讓你自己去 使用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 整體的車子的狀況 很帥啦 而且他自己貼 是他自己貼的嗎 消光黑 對 原車是黑色 然後他貼了 消光黑的 磨料 然後 他這一次改款啊 主要是整個大包都不太一樣 他整個前面的氣霸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就是 馬鯊他其實 主要三樣 三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他水箱護罩 再來的話呢 就是他 葉子板上的這個 塞 有沒有 鯊魚 鯊魚棋 對很像那個 鯊魚的塞 然後再來就是他在 後葉子板上的Logo 水神的Logo 這個Ghibli也有 對 這是馬鯊的三樣特徵啊 對 能夠在 C柱後方出現Logo的車 非富即貴 我剛剛發現一個重點 這台有電吸門 對 我再關一次給大家聽了 你看 有沒有 他自己吸起來 你看這台330我覺得 我說實在話 這個性價比很高 330萬 你看這個 他上面全部都是皮革 鞭子 然後再來他的屋頂 有沒有 然後他全部做起來的整個質感上來說其實真的是不差 原價 馬薩拉第四 雖然說偏貴 可是他經過兩三年的折舊之後 他品牌效應 對大部分一般路人來說 比雙B高 可是 他某部分來說比雙B便宜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裝 OKOK 來 這個 刺繡的 在Ghibli上面這個Logo是要加錢的 這應該是有加啦 因為他這個當初他在選配的時候應該就選不少 也是全車都是皮革 然後一樣也是紅黑配色 對 他這個 基本上你看他這個啊 他這是 NAPA的韌皮 但他整個中控的風格其實跟Ghibli很像 包括連中控螢幕 這樣子都很像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像這台車 他有 氣壓懸吊 那氣壓懸吊他就 其實就在他的儀表中間的右上 他就可以 直接可以標出來 就是控制接這個 你直接控它就可以上下 有氣壓懸吊是高級車才有的 他除了氣壓懸吊之外 他還給你電子懸吊 蛤 來這裡有個Logo有沒有 你就壓下去 基本上你就是要賠的時候 壓下去他就開始 直接讓你變硬 所以他連電子懸吊都有給你 電子懸吊都有 這應該是說 只要是馬薩爾車 你一定要聽他的聲浪 聲浪就是 score壓下去 有了有了 開了 轟轟就有了 那種聲音就馬上就出來 還沒有踩的時候 還沒踩 對 你踩下去基本上 就會有FU了 其實大家 對這大家都說啦 馬薩買就是買聲音 對啦 買聲音送車子 對買聲音送車子 可以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看他的儀表板 儀表板上面其實他跟 上一代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跟Ghibli很像 對 因為他們連方盤都是差不多的 多媒體播放整個螢幕 他的 畫質各方面他已經進步了 但是 還是只有英文 對 而且 當然現在他是2019年的車啦 如果你現在標準來說 這個中控螢幕還是偏小 對 因為像雙B現在 現在都是要很大 那種大平板 對對對 但是整個螢幕的亮度跟飽和度很好 但只有英文真的是 真的是 好啦我們好好加油學一下英文啦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其實他坐起來是舒服的 整皮包袱 其實Ghibli就很舒服了 Ghibli的椅子我就很喜歡 那我們剛剛有發現一個小亮點 他天窗超大的 對 超大的 超大的 他就是全景 真的是完全的全景 然後再來就是他天窗 我覺得這天窗 這個包袱的這個材質我覺得 天窗的材質還蠻舒服的 這個是幾匹嗎 這個 幾匹嗎 我覺得很舒服 感覺起來不像幾匹 但是 就是有一種高貴的感覺 有有有有 這個不是一般隨便的 隨便大家來摸就知道了 對 摸過其實就感受其實還蠻棒的 他包含他的那個 這張板 也都包起來 都是一樣的 這個都包起來 對他不是因為一般的車可能就是塑膠 對 他這連這個都 都包起來 然後再來他整個車縫 連門邊這個通通都是包覆 現在其實基本上只要比較稍微 高規格的車他門邊這個 通通都是用皮革包覆 所以基本上馬上在做這一塊也沒有太差 在二手車的CP值來說他算是好 對 但我覺得也要跟大家聊一下 可能會發生的缺點是 當然我們像我開Ghibli才4年 這個才2年多 其實我覺得不會換到很貴的零部件 可是如果今天你買的是六七年七八年的馬砂 開始要換零部件的時候 聽說還是比雙B貴蠻多 一定的一定的 這一定比較貴 就是你要買馬砂的車 養起來 如果你都是回原廠 或是你都是 沒有特別門路的話 他可能保養起來 還是會比雙B貴 一定一定 雙B又已經比國產車貴了 所以 如果你是那種原本只是開國產車 又硬捏捏到 馬砂的話 還是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養車的部分 對 所以其實 這時候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車子啊 以現在的車子的狀況 我其實覺得 7年是個門檻 7年 就是 我自己也是這麼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4年5年 價格好我要先賣掉了 對 一台車你開個4、5年 5、6年 其實都還OK 但7年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7年是一個門檻 就是 該壞的東西 差不多它開始要出狀況 那你在這時候就必須要更快 然後價格也不好 對 價格就會比較差一點 以買二手的馬砂拉蒂來說 其實2年到4年 非常的甜 很不錯 可是在保養上可能還是要用心 對 就是你如果發現車子有什麼狀況的話 建議啦 如果說你 不懂的話 但你只有配合的車廠 那你過去的時候 平常的見解就是要做好 那如果東西壞了 你就先把它換掉 就不會有連鎖效應 其實不管 是馬砂還是 鬆逼啊 各品牌我覺得都是一樣 對 了解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是分享馬砂的二手架給大家 讓大家更了解一下 馬砂的二手架CP值在哪裡 那反正就是很粗略的孤啦 就是可能 4年左右的Ghibit 應該是基本上 不管柴油或汽油 應該是不到200了 看車況 沒有還有看版本 看版本 但是就是200或不到200 對 差不多200上下這個區間 因為一車一礦 然後 但最讓我驚訝的是 LaVente竟然也 這麼甜 才兩年多 快三年的車 不到350 對 這個其實 我也蠻驚訝的 你自己也蠻驚訝的 但其實 坦白講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它的二手架其實沒有很好 但是如果說你是 想要入手這個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還不錯的 品牌選擇 因為畢竟 真的 馬砂出去真的 有優越於雙B的 某些場合啦 某些場合啦 對 真的 真的有差啦 我 我還是賣雙BG多 對對對 請看我們的背景 對 主流還是雙B啦 主要還是以外匯車為主啦 那當然因為我們現在 我跟 球妹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 二手車的事業 那我們 對 我們不是要收 阿法嗎 對要收阿法 對 那如果說你有阿法要賣我們的話 可以跟我們聯絡 想收阿法 如果有i8也可以 也想收一台i8 對 對對對 都自己想開 這都是我想開 也沒有什麼要賺錢 對 我覺得就是 賣車其實不是只有賣車 因為我們覺得像 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只要有問題就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們Line就是20小時 而且不用錢 我每次找博物車都很快就回了 我覺得 之前我跟博物車聊過啦 其實我們賣的車 不見得會是最便宜 因為 網路上開下來有很多 超奇怪 超便宜的 我們不見得最便宜 可是我覺得博物車服務 大家是可以信任的 主要就是把 因為我們就是知道 把自己知道的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就不會有被騙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 車況透明 主要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不只是汽車買賣 也可以說是汽車顧問啦 只要有車問題 都可以幫忙解決 沒錯 好 那 如果大家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 掰掰 掰掰